世界上身体部位最突出的八个人 你都见过吗 他们的身体部位绝对打破你的认知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来带大家看点新奇玩意 看看这八位奇特人类的身体部位 全程高能切勿眨眼 一 丁丁最突出的男人 对于男性的丁丁 很多人都对其大小有一种执念 认为一定是越大越好 但美国的乔纳·弗尔肯可就有话说了 乔纳是美国的一位勤男子 他有着一个34厘米的丁丁 没错 很夸张 但这是真实存在的 但乔纳因为自己的身体部位 叫苦不堪 生活 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二 舌头最突出的男人 舌头不再大 在于灵活 印度有一位舌头灵活的男人 他叫普拉文 他的舌头十分听话 不管身体哪个部位都能舔到 舔手肘也不在话下 这都是因为普拉文的舌头有10.8厘米长 像野兽的舌头一样 三 嘴巴最突出的男人 你小时候有过大嘴的万号吗 在非洲这位叫弗朗西斯克的哥们面前 所有人的大嘴都不足为据 弗朗西斯克的嘴巴特别适合 深渊巨口这个称呼 因为他的脏嘴宽度就有107厘米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弗朗西斯克不能往嘴里塞的 但除了这几个人 还有身体部位更突出的人在后面 八大身体部位最突出的人 四 胸部最突出的女人 虽然胸部女性的隐私不为 但是美国这位安娜霍金斯特纳的女性 就算是想隐私也隐私不了 因为她的胸部足足有77锦 创下了吉尼斯纪律 按照正常胸部的ABCD造备来算的话 安妮的胸部是102ZZZ造备 这个大小和重量都快赶超一个小孩了 虽然胸大耳 但安妮并不是没有脑子的女人 虽然这对剧主让自己的日常生活十分不便 但安妮还是很好地利用了这对剧主 成为了一名演员 甚至拍摄的是什么电影 老黑就不多说了 大家懂得都懂 五 腿最突出的女人 如果在你的审美标准里 大长腿是女人的标志之一的话 那么俄罗斯的这位叫做卡洛蒂娃的女人 你一定喜欢 因为她有一双长132厘米的腿 跳起来都打不到膝盖 这句话用在卡洛蒂娃身上十分合适 虽然这样一双大长腿十分吸睛 但卡洛蒂娃也因此受了不少苦 坐不了车 买不到衣服 出门不方便 每次出门都会遭受异样的目光 好在卡洛蒂娃性格十分乐观 她已经接受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如果是你 你想要这样的大长腿吗 那么除了这几个 还有哪些身体部位突出的人呢 世界上最突出的身体部位你见过吗 六 眼睛最突出的女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但美国这位叫金古德曼的女子 她的眼睛可能是巨型的窗户 因为她有一对金人的眼球 不仅眼球巨大 还能从眼眶里弹出来 但又不会掉下来 就像是金手娃娃一样 而金本人 一点都感觉不到眼睛不舒服 何时何地 她都能把眼球弹出来 而金的这个独特技能是在头部遭受过撞击之后才出现的 说起来也就是事故后一阵 7.牙齿最突出的人 你数过自己有多少颗牙齿吗 一般人都是28到32颗牙 小孩子的话也是20多颗牙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里长出了300多颗牙齿 那一定是非常可怕 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菲律宾 一位叫做约翰的男孩子身上 这么多的牙齿并没有让约翰吃东西更方便 反而成了阻碍 只能手术拔牙 据了解 现在她已经拔了94颗牙 再做几次手术就能变得更正常人一样 8.指甲最突出的人 人没了指甲就像失去了铠甲 而印度有一位叫做莫里达尔的男子 他的盔甲足足有9.1米长 单个手指指甲的长度达到了2米 虽然指甲因此变得又黄又脏 但莫里达尔仍然十分喜爱自己的长指甲 也想用自己的指甲打破世界纪录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区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